我真的很想问问你们这些商家 真把我门到大温肿了是吧 因为最近有很多警卫说散开棒球服 所以我就去挑了大概20来件左右 打算出一期专门的棒球服的测评 结果谁知道它是一件比一件离谱 我就随便拿几件给你们看 先是这件 150的衣服 这个标还给我做fashion 袖子这个皮 我打个手电筒照一下 它能透光透成这样 还有这个内衬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内衬了 薄得跟个纸一样的 我当年的校服都比它强 还有这个 它好歹是个外套吧 这个厚度还没我秋一厚 扣子也是做得非常的连价 上面还有坑和小黑点 其实它这个设计 还有它的做工走线是还可以的 如果它100出头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但是它180 还有这件 160 我真的是试都不想试 真的真的太臭了 这件也是 它这个袖子的皮跟纸一样 你们听它这个声音 面料做的是又薄又稀疏 这个领子多洗几次肯定会变形 这件内衬也是 就这敢要一包五 我相信咱们大家都会愿意为了一件 版型好质量好 且定价合理的衣服买单的 所以希望商家能够多把你们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如何去提高衣服的质量 改善衣服的版型上 而不是脚尽脑汁的去想着 怎么去透光减料 怎么去营销 怎么去投机取巧 还是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吧